今日,考古人员在陕西西贤新区发现一处西汉时期大型墓地,现场出土了80多件汉代铜镜,这些铜镜中有的保存良好,文事清晰,经过清理修复之后,仍然光可见人。 据了解,20世纪50年代调查记录显示,该墓地地表曾有高大风土,如今已不存在。2017年发掘表明,该墓地为一处以西汉早期墓葬为主的大型墓地。 2020年至今,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2017年发掘区域以北开展考古工作,截至墓前,清理墓葬400余座,虽遭严重盗掘,但仍然出土陶、铜、玉、铁等各类遗物,近2000建筑,其中包括80多件精美的汉代铜镜。 这批铜镜有一些特点,比如说大小不一样,最大的直径有22厘米,最小的是6到7厘米。 它们的纹饰也各有特色,包括这个潘池纹、新云纹、还有文字镜等。 文字镜上常刻的有这个家常富贵、常务相望、常乐未央等文字。 这些文字或者代表着一定的哀思。 这批镜子,有些镜子经过我们这个文物修复发现,镜子的背面在正面历经了2000年,到今天仍然光可见仍能看到我们这个人影, 或者是气舞的轮廓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考古文保人员正在清理修复铜镜。 透过镜头可以看到铜镜中文保人员的脸庞。 文保人员告诉记者,一枚铜镜修复需要两天时间,修复时需要有耐心和细心。 铜镜清理修复后,再进行封存保护。 对铜镜的清理主要就是进行一个除土,然后除锈,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封户。 然后对于残缺的铜镜来说,就是进行一个补配,然后补配之后就是做色做旧。 然后总的来说,我们的清理修复过程就是这些。 据介绍,这些墓葬规划有序,等级差异明显。 出土的隋葬品显示出了明确的时代特征。 小型墓葬中有少量的陶气和铜镜。 而大型墓葬中隋葬品除了铜镜之外,还有彩绘陶气、玉气、青铜容器等。 此次出土的铜镜,为研究关中地区秦汉时期铜镜发展演变过程,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证据。 这批镜子的发现,一方面是有利于我们研究西汉,尤其是西汉早期的铜镜制作工艺,以及这个铜镜文化。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研究西汉早期,尤其是西汉早期咸阳园上的这批居民的社会生活,以及埋藏的这个风俗等相关方面的问题,为提供了一批非常丰富的资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